你可能看過他的表演 但卻對他的面孔很陌生 他曾經獲得全台灣B-BOSS 比賽地名的榮耀 首屈一指的人體音響表演藝術家 他就是咱們的B-BOSS達人EKO KoKoKo 從小活泡萬象愛表演的EKO 在朋友家人的心中 一直都是大家的開心果 非常受到父母親的寵愛 一場他在生活上 不管是我們家人聚集 他就吃個飯什麼的 他就一直一定要有一點 凸顯他自己存在的價值 你知道嗎 吃個飯明明就沒有在吃麵 還要一直發出吃麵的聲音 然後我去上個廁所 然後還在那邊 一定要搶鏡頭 我不曉得為什麼 彥職到了高中時期 跟一般學生一樣 對於自己的前途 還懵懂無知的時候 胡亦堅在網路上看到了一段 改變他人生方向的表演 受到了美國B-BOX歌手的啟發 EKO開始他的B-BOX之路 假定決心要成為全台灣最強的B-BOX達人 但是九年前B-BOX的風氣並不盛行 在練習的過程中 可是會困難重重 這一切並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順利簡單 我覺得當初就是因為B-BOX在台灣上 比較少人會接觸 所以就是要求進步的話 比較少可以找到人去學習 當時沒有人可以請教 練習的過程相當的自閉孤獨 唯一的方法只有靠自己的摸索 並且在生活中尋找靈感 Are you ready? Put your hands up! 你怎麼不太認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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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在家中苦練之外 到動物園模仿動物的叫聲 也是ECO練習發生共鳴的方法 經過了九年的苦練 ECO漸漸在螢光幕前曝光 也有了小小的成績 但是在演藝圈的表現 卻一直無法讓他精進 也因此讓他想藉由魔王大刀的比賽 讓全世界認識更全面的ECO 天王天后御用的舞蹈老師阿妹 悄強的舞蹈功力 將與ECO插出什麼樣的火蛙 接下來是ECO帶來的 不用音樂也可以跳舞喔 崩子可怕 區蔓廊 區蔓廊 全場 秋 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我想到Echo會跳舞 對啊 對啊 妳能跳 妳可以跳 妳的POPPING還蠻好的 謝謝 阿美老師如果轉過去 他可以模仿麥克風 他BBOX在他台上 真的耶 真的耶 後面有一個創意 試試看好不好 等一下 停 阿美老師 不是 妳 不要亂想 我不是要這種表演 不要這樣 影響我也覺得怪怪 剛剛看還不覺得 麥克風不要動 麥克風一直動好奇怪 對 很認真在看耶 我一直在想說 對不起 我情不致敬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分數 有沒有很高 來 Echo的分數是 15 6 12 13 18 20 21 23 25 哇 Oh my God 三個禮拜Echo的分數也超高的 Echo真的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哇 大家都是只差一分就滿分了 意思是剛剛那個麥克風加很多分 所以是康哥給我 他很喜歡那一段的表演 謝謝康哥 對 謝謝 恭喜兩位的表現 謝謝 謝謝